大家好 這裡是一個請聚工廠的倉庫 那因為他們的天花板會有油漆剝落的問題 所以我們就到時候把天花板剝落的地方刮一刮 然後上防水漆這樣子 因為那些油漆剝落的地方會掉落在商品上面 所以他們都有拿什麼紙板 稍微遮蔽一下 那就開始吧 刮完之後上防水漆這樣子 就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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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煩飩看 就算了 就算了 就會嗎 就算了 就算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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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茜 好,現在師傅第一次已經塗完了 現在在做第二次的部分 那現在就是說 一段一段的把它處理好 這一塊先做完 做兩次 然後再來換到下一塊地方 再做兩次 因為貨架上的商品太多了 我們需要幫它移動一下 那移動之後我們才能夠 站在這個架子上面 慢慢慢慢的把它處理完畢 這樣子 好,現在因為倉庫的底部 有一些雜物堆擋到了 那我們現在就是把它 搬離開來 然後再放樓底進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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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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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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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師傅正在刷那一邊 不過原則上就是這樣子啦 把它刮除之後上防水 讓那個油漆比較不會剝落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大家掰掰